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这个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克强传记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传记一书章节,第十章部分内容 陈宏是美国自然文学研究第一人 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宏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 这是中共军方的学院,主要为军方培养外语和情报人才 不过,并非洛阳外语学院所有毕业生都进入军方系统,更不是所有人都从事情报 洛阳外国语学院在录取时,录取的基本要求之一是长相周正,从事情报搜集 应当有人家容易接受的长相,更重要的录取标准是政治条件 该校看重家庭政治背景,党政军官员家庭更容易录取 陈宏被录取,说明他达到了这些标准 陈宏随后又在清华大学拿到硕士学位 在中国社科院拿到文学博士 后来曾在美国布朗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如今,在首都经贸大学任外语系教授,号称中国从事美国自然文学研究第一人 经朋友介绍,他与时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李克强、湘石、陈婚 和其他高官夫人热心交际或搏击伤害不同 陈宏更喜欢校园,对教学也充满热忱 曾两度获选为学校我心目中的十家教师 还被评为北京市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首都经贸大学优秀认课教师 获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及北京市高校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 目前,陈宏是首都经贸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在丈夫到中央任职后 陈宏基本不上讲台了,主要做研究工作 校方一直有意提拔他,担任系主任,甚至更高职位 但都被他拒绝 他不喜欢繁杂的行政事务 也不希望落下欺贫富贵的画柄 陈宏的翻译和著述 基本上都是在2000年之后出版的 在首都经贸大学的网站上介绍陈宏说 主要研究领域 英语教学与研究 自然文学与生态批评 主要研究成果 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评述述美国自然文学的著作 《寻规荒野》三连书店2001翻译了美国自然文学经典 《醒来的森林》三连书店2004 及《遥远的房屋》三连书店2007 他参加了国内大型工具性理论词书 西方文论关键词 《外语教学语言》揪出版社2006的撰写 独立撰写了两篇各达万余字的学术论文 《自然文学》及《生态批评》 这是上述两众西方新的文学流派 首次出现在国内大型工具性理论词书之中 应邀在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的文化评论月刊 文景上主持《重读自然》专栏定期发表文章 旨在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西方自然文学的名家名作 在《读书》、《外国文学》及《文艺报》等刊物上 发表有关自然文学及生态批评的论文多篇 他出版了文学及传记方面的译著多部 其中包括《遵命大臣》、《达豪的歌》、《赫伯特》、 齐佩尔传、《死亡手术士》及《校园秘史》等 发表了教学科研论文若干篇 如背景教学法初探、《贩读课教法》的比较研究与综合运用 英语演讲课与培养说的能力、实现与效能 谈丰富英语听力课的教学内涵 21世纪大学英语教材潜意 及研究生综合英语课程的开设与实践等 涵盖了从本科生至研究生英语教学的经读、贩读、演讲、听力、教材的评述 及新课的开设等诸多教学领域 近年来 陈宏一直在主持研究自然文学与生态批评 Nature Writing and Eco Criticism项目 获得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国家人事部留学人员科技活动则由资助项目 及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专项经费等项资助 陈宏的益助受到好评 有读者写道 偶得三连版陈宏新著 循规荒野 颇像苏氏当年得到数篇美文 不忍一次性消耗 限定自己每天唯独一篇 我也限制自己慢慢地去领略这方微缩的大自然美景 那关于大自然的间接描写 一字一句读下来 郁闷渐消 天宽地阔 想象中凭借语言触摸大地 山川 河流和沙漠 一切辽阔的东西 再新也展开 另一评则曰 一个冬日空季的午后 轻轻合上 寻归荒野 眼前仿佛有一缕鸟鸟青烟 在白羊林中浮生 有一片初春的星绿 在大地上伸展着正在抽牙 写字台前 我随手摘录了书中的一段话 在人的一生中 他应当跟上在记忆之中的大地 有一次清新的交流 他应当 把自己交付于一处熟悉的风景 他应当想象自己 亲手去触摸四季的变化 倾听在那里响起的天籁 陈宏相当低调 不过据与他熟识的人 称一口娴熟的英语 他曾经流产过 身体状况不算太好 李克强与陈宏育有一女 毕业于北京大学 几年前 网上一直流传 李克强的女儿 在美国留学 美国媒体也有相关报道 但都没有更多的详情 相反 李克强女儿结婚的传闻 倒是被网友说的 有鼻子有眼 持续了两年多 早在2009年10月 有网友爆料称 李克强的女儿要结婚了 一位网友甚至这样写道 据说李克强女儿要结婚了 对象是我兄弟 真强 南方整个家族都高兴得不得了 可我真不知是真是假 不过 祝我兄弟好运 此后 李克强女儿到底出没出嫁 南方有什么样的背景 是个什么样的家族 网上都没在出现更多的爆料 然而到了2011年6月 山东网民在论坛发布消息称 新闻大事 李克强女儿或者侄女 嫁到受光 云死 接着还有网友披露说 好像还有晚会 不错 不错 一起去看吧 还有网友称 婚礼主持人是赵本山和小沈阳 对于这个传闻 一位网友质疑说 老赵和小沈阳主婚 国家领导人的女儿结婚 找俩眼小平的主婚 随后 另一位网友反问道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一位网友肯定地披露 李克强的女儿4月29日已经完婚 南方家是落成的 在北京很牛逼 受光真是出道插门的能人啊 羡慕吧 第二夫人的姐姐 很有名 也很风流 虽然中国未来第二夫人程红 为人十分低调 但她的姐姐程丽 却是中国科教界的传奇人物 她在美国 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 都有较高的名声 一位曾在美国留学 现以海归的研究人员 向笔者透露说 成立和现任浙江大学校长杨卫 原本是中国断裂力学领域 出类拔萃的夫妻档 从八十年代后期 至九十年代中期 两人在该研究领域都有建树 成立个子很高 长得又漂亮 还有电影明星的气质 杨卫也身高马大 性格随和 两人可谓郎才女貌 夫唱妇随 都搞同样的研究 八十年代中期 在北京科研圈子内 是对令人羡慕的夫妻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笔者 据知情者透露 杨卫和成立是八十年代初 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认识的 他们的指导老师就是著名力学家 力学教育家黄克志 黄克志1927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 一个邮局职员的家庭 16岁时以全国联考江西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考入中正大学 1948年 以土木类第一名的成绩 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 师从于著名力学家张伟 同时间做工程力学的助教 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 黄克志被分配在清华大学基 楚克布力学教研组任讲师 1955年 他被国家派遣至 莫斯科大学术学历学系 塑性力学教研事进修 1958年 正当他已初步拟就博士论文准备答辩之际 国内在大跃进行事下 韩召他立即回国 参加组建清华大学工成立学术学系的工作 在短短的六七年中 开出了弹性力学 塑性力学 薄壁结构力学 如辩理论 传热学与热结构学 薄可理论等八门新课 并培养了一大批工程力学专业毕业生 与六名研究生 为中国第一个工程力学系的 创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青年报 曾在1961年11月28日以 击溃不成千里 青年教师黄克志 刻苦自修不断成长的事迹 为提 发表专访文章 报道了这一段时间内 他坚持不懈 勤奋踏实 勇于进取的精神 及其做出的成绩 1963年 任清华大学副教授 1973年 从农场劳动一回学校 黄克志就致力于把宝可理论 应用于制定中国压力 容器规范的工作 在换热器管板设计方法上 取得了重大技术性突破 使中国这一部分的规范 领先于法 每等先进工业国家五年以上 1977年后 黄克志将其研究重点 转入了新兴的断裂力学领域 并致力于将力学与材料科学相结合 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 成为该领域中的国际知名学者 被选为国际断裂学会 ICF 副主席 国际理论及应用力学联合会 ITEM 理事 国际材料力学行为学会 ICM 无任所董事 远东断裂组织主席 1978年 任清华大学教授 短短十多年中 他共发表了一百多篇学术论文 撰写了五本学术专注与教材 负责主持了七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获得了十二项国家 部委与省市级奖励 在清华大学 为研究生与青年教师 开出了十多门课程 培养了六名硕士生 和十九名博士生 知情者说 这六名硕士生中 就包括成立和阳卫 清华大学新闻网 曾刊登 把一生奉献给科学和祖国 黄克志院士 与您分享学术与人生感悟 一文 黄克志是这样介绍 他的得意弟子阳卫的 我联系的大多是自己的学生 他们在国外学有所成之后 愿意回到祖国的黄土地 为祖国工作 这是他们的决心 像阳卫教授 即使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报国的决心仍然不减 在他答辩的时候 主席当场宣布 清华大学已经聘任他为教师 大家一片掌声 前夫杨卫 是第一批留美研究生 杨卫与成立的婚变 也让他们的导师黄克志 很忌讳谈论他的得意女弟子成立 不过 当时成立 杨卫 甚至还有他们的导师黄克志 曾经一起联名发表过许多论文及义主 如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属力学 原理及应用 一书 作者 译者为成立 杨卫 该书内容提要写到 金属力学一书 由变形力学 变形金属学 强化机制 力学试验四篇 共21张贯穿而成 第一篇按变形的次序 介绍了弹性 素性与断裂理论 电立了变形的力学基础 第二篇从金属学的角度 探讨了各种晶体缺陷的几何学 净力学与动力学特征 阐述了基于未错运动的变形金属学 第三篇逐项讨论了加工硬化 固容硬化 沉淀和弥散硬化 线维增强 马式体强化和经界强化等强化机制的力学与金属学理论 最后一篇中介绍了各种力学试验 包括拉伸 硬度 成形性 断裂 如变 和疲劳试验 书中每张末均附有大量习题和参考文献 弹塑性理想H截面压杆的分支和后曲曲分析 这篇论文 作者就是成立 杨卫 黄克志 固化物质导数 与标价旋律论文的署名未成立 黄克志 冲击载荷下乌合金源台事件 绝热剪切变形局部化的数值模拟 一书 则由成立 杨卫 黄克志 联合翻译 这些著作和论文都是成立 杨卫和黄克志 在90年代中期 以前发表的 我们先来看看杨卫的经历 2006年8月1日 在浙江大学召开的全校干部教师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杨卫同志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决定 当时官方媒体介绍说 身为中科院院士杨卫 曾在陕北插队5年 是清华大学文革后首届研究生 新中国第一批留美研究生 博士归来后 当选中科院院士时尚不足50岁 是一位拥有海外留学和官员传奇背景的中国新一代少壮派校长 前夫杨卫 是第一批留美研究生 杨卫与成立的婚变 也让他们的导师黄克志很忌讳谈论他的得意女弟子成立 不过 当时成立 杨卫甚至还有他们的导师黄克志 曾经一起联名发表过许多论文及义主 如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属力学原理及应用 一书 作者一者为成立 杨卫 该书内容提要写道 金属力学一书 由变形力学 变形金属学 强化机制 力学试验四篇共21章贯穿而成 第一篇按变形的次序 介绍了弹性 素性与断裂理论 电立了变形的力学基础 第二篇从金属学的角度 探讨了各种晶体缺陷的几何学 净力学与动力学特征 阐述了基于未错运动的变形金属学 第三篇逐项讨论了加工硬化 固容硬化 沉淀和弥散硬化 线维增强 马尸体强化和经界强化 等强化机制的力学与金属学理论 最后一篇中介绍了各种力学试验 包括拉伸 硬度 成形性 断裂 如变和疲劳试验 书中每章末均附有大量习题和参考文献 弹塑性理想H截面压感的分支和后曲曲分析 这篇论文 作者就是成立 杨卫 黄克志 固化物质导数与标价旋律论文的 署名 魏成立 黄克志 冲击载赫下 乌合金元台事件 绝热剪切变形局部化的数值模拟 一书 则由成立 杨卫 黄克志 联合翻译 这些著作和论文 都是成立 杨卫 和黄克志 在90年代中期 以前发表的 我们先来看看杨卫的经历 2006年8月1日 在浙江大学召开的全校干部 教师大会上 宣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杨卫同志 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决定 当时官方媒体介绍说 身为中科院院士杨卫 曾在陕北插队五年 是清华大学文革后首届研究生 新中国第一批留美研究生 博士归来后 当选中科院院士时尚不足50岁 是一位拥有海外留学和官员传奇背景的中国新一代少壮派校长 成立与杨卫离婚 施春风背负骂名 网上关于成立与杨卫离婚 嫁给施春风的传闻很多 这段绯闻发生在90年代初 杨卫和成立在美国布朗大学留学期间 当时施春风正在布朗大学任教 2009年9月17日 32岁的浙江大学海归博士 涂绪欣跳楼自杀 留下一书说 国内学术圈残酷无情 涂绪欣在遗书中写道 在此时刻 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的是草率的 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 感谢一些朋友事前的忠告 国内学术圈的现实 残酷 无性 无情 虽然因我的自以为是而忽视 海归博士自杀 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杨卫 立即成为海归和海外留学者抨击的对象 一位正在美国留学的学生指出 浙大这个所谓的领导 本人也是个海归 看来觉得 只死了一个 还是很好的成绩 另一位留美学生 毫不客气地留言说 浙大这个校长杨卫 哦 写错了 是杨卫 当年在美国Brown University读书 结果把老婆送到了导师的床上 施春风 于是他海归 那可是十足的loser呀 莫在美国找到工作 戴个海外的绿帽子 只是运气好 那时候海归少 所以 还被他钻了空子 得到实惠 如今他终于扬眉吐气 狠狠欺压新一代的海归 一扫他当年戴着绿帽子 走出北京机场的时候 那血色残阳下落魄 这也大有他这个领导 前途何在 随后有不少网友跟爹说 我以为是杨卫争不过施春风呢 竟然是送的 杨卫是个性格扭曲了的人 所以 这大自然也就扭曲了 当年自己从布朗大学海归了 然后送他老婆去布朗大学自己老板那里 去接着学习 不想这一送 就送到了这哥们的床上 感兴趣的 可以去扒一扒他们的简历 一个扭曲了的人 打造一个扭曲的大学 太正常了 从网友们披露的这些内幕信息看 成立与杨卫的婚姻破裂 是因为他们在布朗大学留学时出现了第三者 两人的这段经历共有两个版本 一是杨卫和成立当年是一起留学美国的 二是杨卫先来美国 后来又让成立师从自己的导师 不管这两说法哪个正确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成立的确跟这位导师发生了婚外情 并在与杨卫离婚后 嫁给了这个在布朗大学任教的华裔教授 施春风 网上骂施春风的帖子很多 如施春风这家伙 实在是够无耻的教授之一了 抢了自己学生杨卫的老婆 然后把自己的学生赶跑 在海外华人圈 都是引以为耻的一件事 还好意思吹来吹去 网友在骂施春风的同时 也莫忘了奚落一下杨卫 不过杨卫也算是够能忍得了 回国后干得还不错 还混上了院士 现在还在这大当校长 这份定力实在是了不起 估计莫几个男的做得到的 还有网友披露说 施春风这家伙 因为这个事情 在美国混不下去 跑到新国大当校长 那个时候 杨卫正好也当上这大校长 然后新国大都不敢再和国内合作招生 这不是 又被新国大赶跑了 跑到沙特那个 只有钱没有学术的地方做校长了 虽说沙特这个学校 号称教授收入全球第一 但是想想看它气候和收入 也实在是比较难发展的地方 虽然对浙大和杨卫 也没有很好的感觉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还是要为杨卫院士 说句公道话 努力到国外求学 结果自己 在实验室拼命搞研究 教授背后 翘自己老婆的墙角 施春风长的倒是道貌黯然 私下里做的那些事情 实在是华人的耻辱 那个女的 好像现在是新国大的副教授吧 也不是什么好人 就是了 更有网友拿施春风的话来讽刺 他俏自己学生的老婆 施春风说 对于学生来说 遇到好老师太重要了 施春风加重了语气 我很幸运 自己遇到好的导师 发挥了我的潜能 说起自己的导师 施春风满心感激 我去问导师 我读博士要做什么 导师说 我也不知道 你要做什么 你可以去图书馆看资料 哪些让你最开心 你就去做 就这样 执着和兴趣让我取得成功 我的博士只用了两年读出来 时间虽然短 但是我从来都不脱工减料 我的时间 是从睡眠中挤出来的 有网友嘲笑说 杨卫和成立 就是遇到了好的导师 最后才分道扬镳的 也有网友认为 若不是施春风 这个好导师的耐心辅导 成立这朵鲜花 肯定还会插在杨卫这堆牛粪上 相关资料显示 1945年出生的施春风 是新加坡断裂力学专家 施春风的父亲是上海人 母亲是生于槟城的广东人 他是家中的长子 有两个弟弟 施春风曾在新加坡理工学院 就读于土木工程专业 为毕业 集赴加拿大麦基尔大学 去修读硕士 施春风从新加坡工院毕业后 1973年 获得美国哈佛大学 应用科学博士学位 施春风 曾参与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研究工作 1981年至1996年的15年间 施春风在美国布朗大学任教及研究 1996年返回新加坡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料研究和工程研究所工作 2000至2008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 2008年起任沙特阿拉伯 阿卜都拉国王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 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和新加坡政府经济委员会成员 从杨卫夫人变成施春风夫人的成立 最近几年仍然活跃在美国 新加坡 中国和沙特的学术领域 有网友发现 虽然已50多岁 但成立风韵游在 光彩仍旧照人 2009年11月13日 沙特阿拉伯石油和矿产资源大臣阿里 纳伊米北京大学名誉博士授予仪式 即演讲会 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 沙特阿拉伯驻华大使叶海亚 沙特阿拉伯阿卜都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 施春风吉夫人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范里赫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副总经理 王一玲等来宾列席仪式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出席 并为纳伊米大臣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周其凤校长代表北京大学致辞 他对纳伊米大臣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 赞扬了纳伊米为推动中沙两国交流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 他表示 希望今后能够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继而使两国人民的关系更位紧密 携手面对未来 当时有媒体报道主说 主办方为此次一事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环节 由施春风校长夫人成立教授 以阿拉伯语对纳伊米大臣做简单介绍 并由来自沙特的学生将其翻译成中文 随后在悠扬的音乐和全场热烈的掌声中 周其凤校长为纳伊米大臣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 随后 纳伊米大臣发表演讲 他对北大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表示感谢 他追溯北大的历史 对蔡元培先生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高度赞扬 他还介绍了中沙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情况 以及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密切联系